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地图继续往下讲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交代玩之后 只是一个大概的地图 并没有显示说哪个国家 或者是哪个具体的位置 对不对 像我们平时的商业应用APP打开之后 一个地图可以看到 就明显的可以看到某个区域 很很很仔细的可以看到 是不是 它至少是比较清晰的会显示到哪个城市 这样子是不是 那我们怎样去做到这个呢 怎样去实现做到这个呢 那我们先把某区域关掉 某区域关掉之后 我们返回重新编辑到我们的代码 这里我们写一个方法 就是让地图 设置当前显示的一个精度纬度 那这个方法我们怎么写呢 叫location locate to定位到吧 locate to定位到复材 locate to定位到复材 locate to定位到复材 and longitude 这么一样的 locate to定位到复材 locate to定位到复材 locate to定位到复材 就是这样的 这个参数这样就行了 oc的习惯写习惯容易放这个错误 我们参数容易写出 方法容易写出 它这个是 我们一个点长啊 我们改短一点 我们写这样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传入一个精度和一个维度 一个lantitude的 一个lantitude的 然后我们这里去实力化 一个cllocation2d的一个属性 在这里面 它这个cllocation cllocationcoding2d 其实就是一个精度和维度 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我们直接叫coding 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就一个结构体 就是一个精度和维度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里面两个frogs 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直接在这cllocation 这样进行一个初始化 它的初始化是直接传入一个精度维度 我们直接把当前的lantitude和lantitude传进来 这样去声明一个coding 这样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组成一个精度和维度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这样子声明一个一个精度和维度 然后我们再去声明一个区域 一个精度 一个精度 设置一个精度范围 这个精度范围 它是我们直接取名叫ramb 是ramb 叫sp算的 它是这样一个机长字mkcoding 它是p的一个锁线 它是直接传入一个 不让的两个浮点值 我们这里直接传0.5吧 传两个0.5吧 不用太进去 刚才我们也可以传0.01 刚才我们也可以传0.01 干脆精确一点 越小值它越精确啊 这是声明一个 叫设置吧 设置一个精确范围 精确范围 直越小越兴权 然后一个当前精确度得到精确范围得到了 那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组成一个区域了 组成个区域 区域我叫rrange rg 这个区域其实也是一个mkrange的一个属性 cordinate region 这个叫region 属性 我们直接出出吧 它里面 其实就接了一个 我们你看 一个是cordinate2d的一个字 就是我们刚上面的car这个字 传这个就好了 另外一个是span的一个字 就是平我们刚上面的两个字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由精纬度和精确度组成的一个区域范围 它也是一个结构体 它也是一个结构体 其实这三个字啊 其实就是第一个是精纬度的结构体 第二个是精确度的结构体 然后由精纬度和精确度的结构体又组成一个新的结构体 叫做区域范围 这三个字就是靠这种方式来记的 你看 它是由这个精纬度组成的结构体和精确度组成的一个 新的结构体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上面这个是两个flowers组成的一个精确度的一个结构体 所以这个其实从上到下理解是很好理解的 只需要这样理解就好了 好得到了这个范围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图设置到当前范围去 我们可以这样做 它有个方法叫set region 我们直接把rd 然后加个动画 设置地图显示精确度和范围 好我们写这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只需要往这个方法里面传一个精纬度 进去就可以显示到 显示到我们传的这个范围了 然后这个精确这个精纬度 我们到底传多少呢 那我这里有一个上级客 我们定位到的一个信息 我把它取过来 我们上级客做定位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这个精纬度 我们把它烤回过来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拿到这个之后 我们这里直接调用这个方法 点locate 这个进入我们传22点 这个进入我们传22点 我直接把这个字烤进来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转这个 这样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 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地图和之前上一次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显示显示显示显得到了更精确了 你看我这里北环沙河东立交 没错我现在就住在白石洲沙河街这边 我们可以显示到0.01可以显示到北环沙河东立交了 以及大沙河公园都跟沙河东路这一段了 我住在这个地方叫新唐这个地方 这样的设置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图的精确度和显示范围被我们规定死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像类似类似我们商业应用 有点像我们商业应用那种APP的类型了 对不对 好 这一刻我们回顾一下 大概要讲的东西就是接着上一段课 首先 我们把地图夹杂进来 设置地图一些基本属性 然后我们 写一个方法 方法里面实现三个结构体 一个结构体是传一个经纬度进去 一个经纬度的结构体 另外一个是 精确度的一个结构体 水平作表的一个 精度上的一个精度和尾度上的一个精度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这两个结构体 又组成一个新的结构体 叫显示范围的一个结构体 组成这个显示范围结构体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显示范围设置为当年地图的一个显示范围 并加上一个动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展示到我们当前的一个细致的一个 更细致的一个地图位置信息了 好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